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那种松身很飘逸的花裙 然后最适合就是配一双布鞋 而且是非常休闲 颜色也非常鲜艳 可以做不同的搭配 那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出门很简单 就是一个松身的碎花裙子 然后配一个布鞋 配一个布袋 这样子出门就最舒服了 今年夏天我应该是 其实我挺喜欢那种很休闲的 那种感觉的衣服的 我想应该今年流行比较白色吧 因为夏天的时候都应该是穿白色 比较舒服还有就是飘逸一点啊 另外就是如果要配衬这些衣服的时候 我大概会选择一些休闲的鞋子啊 布鞋啊 还有很休闲的那种长裙的衣服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欣平 今年2015年春夏的潮流 我注重的是那个现在流行回70年代的风格的一些衣服 那我很喜欢因为70年代是很嬉皮风格的 很讲究无拘无束的 那有一些白色的 从头到脚的长裙呢 或者是一些白色的衬衫那些有很多lays的 都是我今年会重点入货的一些item 除了穿衣搭配 两位星级妈妈是如何靠穿衣小秘诀 大修身材的呢 其实做了妈妈之后 你所有的重心都是以女儿作为第一位 那自己的身材啊各方面 其实你真的就忘记了你就觉得不太介意 但是由于工作关系 其实孩子要注意一下饮食 然后要收身 那我自己其实 现在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收身方法 那因为要带小孩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运动 那我就是在饮食上面 尽量就是少吃糖分跟油分 那自己在煮菜的时候 尽量就是不要放太多的酱油 因为酱油有很多的糖分 那也是在喝那些饮料的时候 也不要喝那些包装好的饮料 因为那些也非常多的糖分跟有防腐机 那而且你自己吃什么 我在喂母乳的时候 那baby也是吃什么 所以在饮食方面的选择也是非常谨慎 那我当了妈妈以后就要注意一点那个食物方面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就要做好一个榜样给我的女儿看嘛 我的女儿就是挺爱美的 她就觉得自己如果胖了一点就问我 我的两岁那个女儿就会问我 妈妈我是不是胖了一点呢 我的大腿是不是长了一点肉呢 然后我就说 所以呢我就比较要控制她的食量 因为她就吃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从我方面着手 就是我要吃多一点水果 还有就是蔬菜 还有就是多做运动 跟她一起 然后就去控制一下自己的健康 她们搭配服装的小秘诀 你学到手了吗 最后在此祝福新妈们青春常住 宝宝们健康开心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第80年